今天我們要獨家 而且也是第一次完整揭露 蔡宏原告人的刑事告發狀 就是在2019年的9月3號 共犯集團中間的其中一員 連元龍律師刑事告訴狀 告訴人蔡英文 蔡總統他完全沒有博士論文 到今天為止這句話完全正確 一句話都沒有錯 一個字都沒有錯 一個騙了我們35年的人 我覺得他是刑事犯 他當然是刑事犯 35年前用假的學位證書做了副教授 我們還能一路容忍包庇嗎 過一陣子連元龍 我告訴你你在台灣會混不下去 一定會被撤銷律師資格 我給你打包票 因為你不是無辜的 你是共犯 你今天在你的告發狀中 寫到的每一樣東西 我們都知道 你也知道都是事實 今天論文門 我們要獨家 而且也是第一次完整揭露 蔡同學告人的刑事告發狀 好 這個刑事告發狀 就是在2019年的9月3號 他由他的共犯集團中間的其中一員 連元龍律師 我為什麼說連元龍律師是共犯集團 因為蔡同學從英國1982年 他沒有拿到學位 WD回到台灣之後 曾經有一段時間 一度在跟連元龍律師一起合夥 那我相信連元龍律師呢 在這個收容吧 或者是聘這個蔡同學 蔡十一擔任合夥律師的時候 必然會看他的學歷啊 對不對 你不太可能說 我聘任一個人 然後他說他是這個三個博士 1.5個1.8個 我都相信 所以我相信他是 他是研究過蔡英文的學歷的人 而且從後面的一些訴訟的過程當中 他是密切的跟在英國端 包括調查局的人 在英國的調查局 有一位陳小姐 我們會找你的 你不用緊張啊 我們會找你的 我們會在法庭把你找來的 那麼你是被告還是證人 那看情況啊 好 那麼他知道所有的來龍去脈 所以他才要要求在英國端的人去報 幫他去遮掩 或者去滅政 如果他知道 蔡同學是真的博士 他就不會幹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說他是知情的犯罪集團 那麼在2019年的9月3號 林元龍的這個刑事告發狀 今天要獨家跟大家揭露一下 好惡觀這本書啊 那麼我們在第二章開始 第二章呢就是不可告人 所以告人 這是第二章的這個張明 那這張呢 我們說到現在就讓我們按照時間序 一步一步的揭開惡觀的行徑 而且我們在這邊提醒觀眾朋友說 觀眾朋友們可以先閱讀檢察官黃偉 再入史冊的書狀 提出自己的想法跟疑問 然後再由律師們來指出問題的所在 這個律師呢 還包括我們在一起 我們研究就是 等於是帶著讀者 因為我們認為說這個讀者 將來可能是法律系的學生 可能是法律系的老師 所以我們必須有潛入深 必須要兼顧不同的這個 法律知識的人 所以我們也帶著他們去看一看 我們點出來說這裡面有哪些地方有問題 好請大家仔細地去看看到底這個問題存不存在 還是我們看走眼了 好 好 那麼這個2019年的9月3號 連元龍的刑事告訴狀 好 我們來看一看 首先呢 這上面附了一個台北地監署檢查署的偵查卷宗 這個偵查卷宗啊 就是黃偉是檢察官 他分案的日期是9月5號 所以 所以這形態照還真是聰明乖巧聽話 9月3號 蔡英文一告 他9月5號立刻指定分案 交給了黑金主的黃偉來辦 那麼你看啊 偵查結果簽分110-602 好他開始進入這個辦理了 那麼這個案由啊 是妨害名譽 被告是賀德芬 還有另外一個人叫做歡西令 所以他到那個時候他還沒搞清楚林環牆教授的名字 哼 還有他英文名字叫歡西令 好 所以其實這個被告 呃 叫做歡西令的在全世界應該還蠻多的 所以林環牆教授應該可以不理他 好再來 這個 呃 林環牆的形式告訴狀 我們我們先來拜讀一下 拜讀一下這個 這個這個狀子 因為我們這個狀子呢 是 用這個 呃 照相製版的 所以我們不增任何一個字 不剪任何一個字 也不去 也不去隱瞞任何東西 我們就是原文呈現啊 讓大家一起來看一看這個 呃 旷市巨著啊 蔡英文跟林環牆和寫的 好 這個告訴人 刑事告訴狀 告訴人蔡英文啊 然後呢 接下來啊 呃 這邊還有一個請派號股的黃檢察官指揮啊 所以這是形態招蓋的張檢察長 9月4號形態招 形態招 然後呢 還有一個9月5號的形態招的假招 還有個秉章 欸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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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 學問大 這個問題就在這裡 還有這個 這個告發狀呢 有被抽換的痕跡啊 這個我們到法庭上 再好好的跟台北地監署這幾個惡官素揚一下啊 好 告訴代理人是林元龍律師張仁智律師 好 那事務所啊 還有被告是賀德芬 那麼另外一個被告是林環牆 還找出他的住址啊 還把他的住址呢 在Charlotte的住址啊 也這個寫在這個刑事告訴狀上面 好 所以呢 這一個部分 給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一個地址 好 為被告等涉嫌妨害名譽罪嫌依法告訴事 好 那這裡面寫到犯罪事實 被告賀德芬系台大法律系 退休副教授 啊 很抱歉喔 你把賀德芬搞錯了 賀德芬老師是架槓的正教授 所以賀老師呢 有點被羞辱了啊 他說他是台大法律系退休副教授 人家是 人家是名譽正教授 人家正教授正了好幾十年了 好不好 字名 而且你看啊 連元龍你是台大法律系畢業的 你的老師是正教授還副教授你搞不清楚 而且賀德芬老師不是名不見經傳的老師 你查一下好不好 這種水準實在是 自民國六十年代啊 在台大法律系擔任助教講師 任台大法律系所的這個教職三十年 明知國立大學教師職務所聘 需審查學位證書 無學位證書即不予聘任的事實 明知 當然啊 你沒有學位證書當然是不能聘任啊 可是當你造假的時候 你還是可能的聘任啊 所以你這句話說明知 這代表什麼意義呢 我不是告訴過你嗎 在台大就在近十年之內 還有人用造假的東西去騙德學位的啊 所以你有應聘並不代表 並不代表你是真博士啊 有多少人騙 不是這樣嗎 前陣子不是還有一大堆人被抓包嗎 再來 他說被告賀德芬竟然於公然侮辱 跟誹謗告訴人名譽的犯譯 意圖散播於眾 於下列是地攻擊告訴人系賈博士 偽造博士學位證書 並由被告林環牆撰寫不實質書面報告 交由被告賀德芬於108年8月29號 在台北市中山南路立法院的會議是 召開記者會散發 對不特定大眾攻堅傳播足以 詆毀告訴人名譽 並公然侮辱告訴人這不實事實 我們看看啊 這個 防害名譽說他是賈博士偽造博士證書 到現在經過三年了 兩年八個月 哪一句話講錯 沒有 賈博士偽造畢業證書 如果沒有偽造的話 怎麼會有三張 為什麼後來不敢拿出來 為什麼不敢拿出來 法庭上為什麼不敢出庭 好我們再往下看 好那麼被告賀德芬先於108年6月11號 7月13號政經關不了的YouTube文錄節目當中 公然指摘被告訴人 並非倫敦政經學院的法學博士 明目張膽偽造該校的博士學位證書 譽為被告林環牆製作內容不實 以攻堅侮辱告訴人其賈博士 偽造博士學位證書之書面報導之鋪陳 嘿這個就有趣了 所以蔡同學原本沒想要告我的 你知道 因為她都講了在我節目中散播 那按理說我的節目是散播 那我是共犯了 對不對 她不敢告我 原本不想告我 被我擊到受不了了 她一個星期後才告我 由此可證 好再來 被告林環牆108年6月 多次與倫敦政經學院聯絡 並且在108年8月到倫敦政經學院 閱讀過告訴人的博士學位論文 欸你看看 你知道林環牆有聯絡 有親自到 所以呢 你還告她 那你不是莫名其妙嗎 人家善盡查證啊 而且你知道她去查證的結果說明了什麼 說明她踢爆你就是假博士嗎 結果你還告人 那你不是莫名其妙嗎 好再來 她說 這個以知悉告訴人 確實於1984年獲有法學博士 並提交博士論文之明確事實 來囉 看好啊 請問你 她在1984年獲法學博士 她提交了博士論文在哪裡啊 明確事實在哪裡 哪裡明確 你2019年6月份告人家的這一封告發狀 說你有明確的提交論文的事實 請問你在哪裡 今天黃偉 劉成武 姚念慈 你要不要看一下 回頭再看一下 她當時告人狀寫什麼東西啊 好 她說 並且說 蔡英總統沒有在35年前的1984年取得倫敦正義學院的博士 她有講錯嗎 沒有啊 並指數告訴人 於2015年向倫敦正義學院補發的博士證書是告訴人的偽造的假博士的這個音品 確實是假的呀 今天來看 當然是假的 那還用講嗎 對不對 事實就如此啊 人家的畢業證書後面有編號 啊 你第一次拿出來沒有 第二次拿出來有 你再變大衛魔術啊 好 我們再說 這個 誹謗啊 這等等等啊 說這個蔡英文是假博士偽造博士證書欺騙社會各界達35年 不止啊 現在快40年了 每句話都是事實 再來 被告賀德芬於108年8月29號在立法院召開記者會公佈這些東西 然後 公集告訴人說 我今天可以很大膽很肯定的說 蔡總統她完全沒有博士論文 到今天為止這句話完全正確 一句話都沒有錯 一個字都沒有錯 她又說 一個騙了我們35年的人 我覺得她是行事犯 她當然是行事犯啊 35年前用假的學位證書做了副教授 我們還能一路容忍包庇嗎 完全正確 過一陣子啊 這一陣子多久 我現在不敢講 過一陣子連元龍 我告訴你 你在台灣混不下去 好 我們一定會叫你在律師界呢 這個律師的這個證書 你一定會被 一定會被撤銷律師資格 我給你打包票 因為你不是無辜的 你是共犯 你今天在你的告發狀中寫到的每一樣東西 我們都知道 你也知道 都是事實 就是賀德芬林環強指控蔡英文的 都是事實 你看喔 一個騙了35年的人是行事犯 沒有錯 35年前用假學位取得了副教授 我們能夠一路容忍包庇嗎 好 他說我要回頭講證書的部分 後來我們查證這個證書上面的簽字 如果博士學位證書遺失了 有法定嚴格的補發程序 一定要跟原本一模一樣 就是原來的簽名 而這個不是 圖書館還有這個證書產制式的 Head of Diploma Production 講得很清楚 Sam Signature Sam Wording 講得非常清楚 所以這個東西講了半天 自鋪其短而已 好 那個賀德芬老師說 這百分之百是假的 一個國家元首 拿著假的博士證書在那邊晃晃 知識體大 這樣的論文仿造這般粗製濫造 那個論文不是粗製濫造嗎 用國家機器幫助來欺騙國人 共同偽造論文跟證書 賀老師講的哪一句話錯了 被告賀德芬並於記者會提供新聞稿 QR Code下載林環牆所製作的不實說明報告傳播於眾 好 今天看看 沒有一句話 在林 在這個連月龍告別人中所指摘的事實中 沒有一句話偏離事實 完全正確 兩年十個月前所講的東西 於今天看沒有一個字是錯的 好這個告發狀最後說 上述公然指控告訴人是賈博士偽造學位 一個騙了我們35年刑事犯等不實言論 已經對告訴人人格造成重大侮辱的結果 我必須告訴蔡英文連元龍 人必自我後人武之 是你用欺騙的手段侮辱了自己 侮辱全台灣2360萬人的智商跟人格 是你自己做見了自己 自己侮辱了自己 不是林環牆 不是賀德芬 好 結果你說名譽受損至懼 你還有名譽嗎 蔡英文 原提出告訴如上 依法偵查起訴 以成不法 好我要告訴你的事 你今天如果有種 你今天這個律師如果還像個人 是個人 是個人的話 我要說他是一個像人的律師 不是一個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個人的律師 那你會怎麼做 如果你是一個像個人的律師 這樣的一件事情 所有的證據都在你的當事人手上 你不會用自訴的方式嗎 我的意思是說你要有人的邏輯 有人的法律的一點基本常識 有這樣的一個證據掌握的情況下 你會不用自訴的方式 你會用告發要檢察官提起公訴 這完全完全荒天下之大忌 再來提出的證物更是荒唐 我們今年的公開 《假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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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情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